莫汉 当然是跟美食有关的 您能再跟我们说说吗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非常重要的一个美食 馕 你知道吗 馕有五十多种 回新疆的时候 姥姥会做奶茶泡馕 就是那种新疆的咸奶茶 把那个馕泡在里面 就是一碗早餐 每天早上必吃 那我们要不要上一下馕 给大家尝一尝 馕 姥姥家的馕 是皮鸭子的吗 这个应该是白馕 来 尝尝尝 谢谢 谢谢 我也分享到了 今天馕玲真的是很用心 她不光带来姥姥的这个馕 还带了一道美食 来 上餐车 羊肉串 这儿有一百串吧 我们拿出去给大家分一点 哇 一周你好大方 经常会有人把那个羊肉串烤完了以后 挤个串 然后就这样包着 然后给你放在一个盘子上面 这样的话那个馕上面 还能有一点点那种羊肉串的那种香味 为什么不给我们呢 新疆的羊肉串 像我平时不吃羊肉的 但我到了新疆吃的可欢了 是因为这个新疆的羊好像跟我们那宁夏的滩羊一样 它是没有什么山味 因为它是吃白草和泉水长大 所以它酸碱平衡比较好 大家知道反厨的动物有四个胃 对 那个山味是来自于 脂炼脂肪酸 就是那个脂肪本身在胃里面发酵的这个味道 所以呢 吃小羊呢 它那个相对来说山味就会低一些 我想问一下西林啊 新疆必吃的美食在你心目中排名前三的 你跟我们说说 前三 排前十行吗 什么 抓饭 拉条子 羊串不用说 手抓肉 面肺子 米肠子 羊杂 我口音怎么都变了 等一下